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二章存货 咱们一起来读一条去年的新闻 说京派房企在2021年普遍出现了增收不增利的现象 甚至还落得亏损 华远地产也是其中之一 2022年的4月19日 华远地产发布了2021年的年报 在报告期内其实现的总营收是136.93亿元 同比增长了77.13% 归母的经利润就是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经利润 我们将来讲合并报表的时候会给大家解释这个概念 却亏损了6.69亿元 同比降幅高达261.68% 那么华远地产在年报当中并未解释公司净利润大降的原因 拆解年报的数据来看 毛利率的下滑和存货机体减值是重要因素 2021年华远地产 整体的毛利率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至17.3% 其实这个数字相对于传统的制造业来讲还是比较高的 不过存货机体减值对华远地产的净利润影响更大 2021年 其对位于北京、长沙、西安等地的个别项目 机体减值 合计机体存货跌价准备金额高达15.55亿元 也是一个天价的数字了 由此减少公司净利润是15.51亿元 减少规模的净利润是12.06亿元 有人说这两个数字怎么不一样呢 因为存在着少数股东的损益 我们将来讲合并报表的时候会展开来说 那这里边针对个别项目具体减值 个别项目说的就是在这几个地区的商品房项目 也就是说商品房在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之前 在它的报表上是通过存货来确认 那么销售以后在买方的报表上 那可能就要通过固定资产等等来确认了 那么到底什么是存货 存货跟固定资产等等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要对存货计题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如何来计题 我们带着这些疑问 一同来开启存货这一张内容的学习 首先把握一下本章的考勤概况 本章主要考客观题 但是也可以和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收入合并发表 差错更正等等那种结合来出主观题 本章属于非重点章节 虽然这一章的内容比较简单 但是这里面讲的关于资产计量的一般原理 对理解我们后续章节内容的学习非常之重要 那么重要考点回头大家自己看一看 就可以了 不占有课堂时间 本章的内容由这样四节来构成 第一节存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我们要重点掌握存货成本如何来确定 第二节发出存货的计量 需要大家掌握不同的存货发出计价方法下的计算 那么第三节是存货的期末计量 或者说期末存货的计量 是这张最重要的一节内容 注意这节内容每年都要出题的 大家需要熟练的掌握可电线净值如何来确定 存货跌价准备如何来计题 以及相关的账握处理 最后一节是存货的清查盘点 这个内容比较简单 我们一般了解就可以了 首先来介绍第一节存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第一个大的问题 存货的性质与确认条件 这张精美的图片当中 我们发现有一栋楼 那么这栋楼 如果在一家企业的报表上 应当确认为什么资产呢 我知道有同学说固定资产 正确答案是不一定 要分情况的 如果是企业的办公楼自用的 没问题 肯定是要确认固定资产的 但是如果是采用经营租赁的方式 对外出租已经出租出去了 要确认投资性房地产的 那么如果它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完毕 你对外出售的商品房卖了吗 还没有卖了 那就是存货了 我们还发现这里边有一辆车 那么这辆轿车 如果在一个企业的报表上 应当确认为什么资产呢 我想这回大家应该能够说出正确答案了 正确答案是不一定的 要分情况的 那如果是企业办公经营用的车 当然要确认固定资产了 但是如果是汽车厂生产出来 你对外出售的 或者说4S店持有你被出售的车 就是属于我们这一张要谈到的存货 所以一项资产 到底应当确认为何种类别的资产 要依据它的持有目的 有了这个例子做铺垫 那接下来我们先介绍第一个小标题 存货的概念 按照存货准则 他说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当中 持有已被出售的产生品或商品 处在生产过程当中的再产品 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当中 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等 显然它不是一个标准化的定义 是以制造业为例 采用列举的方式来界定存货 所以我们在理解存货概念的时候 重点是把握它的持有目的 虽然概念当中谈到了两个持有目的 一个是出售 还有一个是耗用 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出售 另外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我们这里边讲的出售 强调的是日常活动当中的出售 那如果有那么一天 企业把生产用的设备和专利等等 给卖掉了 给出售了 请问出售的是存货吗 不是 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那是属于非日常活动 我们日常活动当中出售的存货 要确证的是营业收入 同时要节转营业成本 而非日常活动里边处置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等等 产生的是一种利得损失 损一类的科目 后边会谈到叫资产处置损一 所以理解概念重不重要 要多重要 下边我们通过一张表格 帮助大家识别一下 哪些项目属于存货 哪些项目不属于存货 先说第一个 企业接受外来原材料加工 制造的代制品 和为外单位加工修理的代修品 制造和修理完成验收入库以后 我们教材说 适同本企业的产成品 适同本企业的存货 其实它讲的是什么 原始的材料部分是我们的存货吗 不是 那是人家委托方的 属于我们的存货是哪一部分 是辅料和加工费部分 视为本企业的存货 这一点大家要清楚的 那么第二个呢 说已经发出去 但是控制群 还没有转移给购货方的 发出商品 依然是属于本企业的 或者说属于咱们销售方的存货 那么核算的科目叫做发出商品 那我们编分录呢 是带一个库存商品 借一个发出商品 第三 说已经取得商品的控制权 但是尚未验收入库的在图物资 由于我们这边取得它的控制权了 虽然还没有入库 但是也是属于本企业的存货 这个是站在买房的角度 核算的科目叫做赛图物资 那么第四 接着往下面走了 说房地产开发企业构筑的 用于建造商品房的土地使用权 和开发的商品房 它是属于本企业的存货 那么核算的科目有这样两个 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我们使用的科目叫做开发成本 那么开发完毕了 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了 我们使用的科目叫做开发产品 大家注意 不管是开发成本 还是开发产品 在资产负债表上都叫做存货 接着走 合同履业成本 就是按照新收入准则 我们在履行与客户的合同过程当中 发生的应当资本化处理的各项成本 那么详细的内容 我们会放在收入那一章给大家讲解 大家注意 合同履业成本是一个 我们会计核算的科目 是属于资产类别的 那么它的这个摊销期不超过一年 或者说一个正常营业周期的部分 在资产负债表上 是通过存货这个项目来猎豹 有人说那摊销期如果超过一年 或者说超过一个营业周期呢 后边会给大家讲解 叫做其他非流动资产 知识 我们需要一点一点的去学 我不能够在一节课 把所有的知识都讲给大家 大家接受不了 别着急 该给你讲的一定都会给你讲到 那我们往下面走 备品 修理用的备品 备价等等 通常是属于企业的存货 由于它能够周转多次来使用 所以核算的科目呢 叫做周转材料 那么在报表上叫存货 但是如果它的单位价值比较高 比如说民航地铁行业 所使用的高价周转件 符合固定资产的定义 我们就应该把它确认为固定资产了 再接着往下进行 说为建造固定资产 为建造固定资产 等各项工程而储备的各项材料 这个不属于存货 这个是属于工程物资 就是我们要通过工程物资来核算 等到将来工程领用的时候 我们要把工程物资 截转到再建工程 那么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候 我们再把再建工程 转为固定资产 所以呢 它是属于什么 非流动资产的项目 而我们存货呢 是属于流动资产 那下面呢 说采用收取手续费方 是受托代销的商品 站在受托方的角度 就是委托方把商品 发给受托方的时候 你说这个环节 这个转移完成之后 存货是委托方的 还是受托方的 存货是属于委托方的 为什么 因为它的控制权 还没有从委托方这边 转移到受托方这边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当委托代销的商品 或者说受托代销的商品 没有卖到第三方之前 那么这个阶段 它是属于谁的存货 它是属于人家委托方的存货 不是受托方的存货 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 当然关于委托代销的问题 我们会在收入的那一章 详细的讲解 那么存货的定义 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 下面第二个小标题 是存货的确认条件 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一个是经济地益 很可能柳住 还有一个呢 是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 其实是资产要素 两个通用的确认条件 就不需要给大家做过多的解释了 第一个大的问题讲完了 那么第二个大的问题 是存货的初始计量 非常的重要 那它的计量基础 或者计量属性 是历史成本 按照存货准则 存货的成本 包括采购成本 加工成本 还有其他成本 那下边我们先说 第一个 外购存货的成本 当然说的是采购成本了 是指存货 从采购到入库 或者说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 这段期间 也就是说取得环节 所发生的合理必要之处 那么这六个字 各位要牢牢的印在 你们的脑海里 梦里 你们的心里和歌声里 因为历史成本计量的资产 存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我把它称之为资产四兄弟 他们初始计量的原理差不太多 都是在取得环节 所发生的合理必要之处 只不过不同类别的资产 在中文的表述上 有略微的差别 比如说后边谈到固定资产 初始计量的时候 说的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所发生的合理必要之处 那么谈到无形资产 初始计量的时候 会这样来描述 说达到预定用途之间 所发生的合理必要之处 那么这个合理必要之处 可以把它分成这样三个类别 或者说三个项目 包括买价相关税费和其他支出 买价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不包括按照规定可以抵扣的增值税的 进向税额 因为这个进向税如果满足 抵扣条件 我们是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就不需要记住到成本了 那么第二个是 进成本的相关税费包括这么多 比如说进口的关税 进口的消费税 收购未税矿产品 带有我们收购方 带扣带缴的资源税 不能够抵扣的增值税 进向税等等 因为我们是会计考试 不是税法考试 所以在这里边 简单的关注一下 不能够抵扣的增值税 进向税就可以了 比如说小规模那些人购进存货 他没有增值税的抵扣权 那么付的价款和增值税的税款怎么样 全都要记住到存货的成本 第三是其他支出 比如说在运输 就是在往返运输的过程当中 发生的运输费 装卸费 保险费 包装费 途中的仓储费 强调的是途中的仓储费 比如说 从企业买方是在北京 那卖方是在上海 比如是在广州吧 远一点 途经上海住了一宿 发生了一笔仓储费 由于这笔费用呢 是属于存货入库之前 发生的合理必要之处要记住到存货成本 那么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注意 损耗有两种 一种叫合理损耗 一种叫非合理损耗 人家说怎么区分 其实没有很明确的标准 食物当中主要借助于职业判断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密码就明白了 比如说买一千个鸡蛋 入库的时候呢 打了十个 那入库的数量呢 是九百九十个 这十个打的 打的这十个鸡蛋的损耗 就属于合理损耗 所以呢 要把它记住到 入库的那九百九十个鸡蛋的成本里面 所以如果说发生合理损耗的话呢 由于它是需要记住到存货成本的 会导致入库存货的单位成本消失 反过来 如果说我们买一千个鸡蛋 入库的时候 打了九百九十个 那入库的数量是十个 请问打的这九百九十个鸡蛋的损耗 是合理损耗吗 显然它不是合理损耗 就不能够记住到存货成本 应当记住到当期损益 如果说把打的这九百九十个鸡蛋 记住到入库的那十个鸡蛋的成本里面 那你说你买的还是鸡蛋了吗 它的成本怎么样 严重的趋劲 再有那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等等 我们做一个单选题 说假公司本月购入原材料是200公斤 收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上面著名的价款是100万元 那能够抵扣的增值税是13万元 就不需要记住到成本了 另外发生的运杂费是5万块钱 途中的保险费是5万块钱 原材料运抵公司以后验收时 发现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是5公斤 实际入库是195公斤 由于它是合理的损耗 就需要记住到存货的成本了 不考虑其他因素 则该原材料入账价值和单位成本 分别是多少钱 那么原材料的总成本 就是买价加上这两个费用杯 一共是110万元 因为损耗的这部分是属于合理的 就不需要从成本当中把它扣掉 由入库的成本来承担 那么单位成本 我们用110除以入库的数量 195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数字是0.56 选项A是正确的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是加工方式取得存货的成本 其实加工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自行生产加工 还有一种是委托外单位加工 关于委托加工的处理 我放在负债这一章给大家讲解 结合消费税的处理来讲解 因为站在考试的角度 如果考的话 那主要就是针对消费税的两种情况 所以在这一章的这一部分 我们主要解决的是自行加工方式 取得存货如何来确定它的成本 那具体就包括采购成本 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 这三部分就全了 采购成本说的是对应的什么 原材料成本 就是所站在成本项目的角度 如果你学过成本 你应该有印象 叫做直接材料费 那么加工成本 包括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这个直接人工也是属于直接费用 就是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放到一起 我们把它称之为直接费用 在费用发生时 能够直接明确它的归属对象 能够直接把它记住到某产品的成本 比如说我们做上借生产成本A产品 借生产成本B产品 这叫直接费 还有一种叫做间接费用 在发生的时候 不能够直接明确它的归属对象 怎么办呢 我们是先在制造费用这个账户的借方来归集 等到月底的时候 采用一定的分配方法 把它分配到各产品的生产成本明细上 比较典型的像车间管理人员的薪酬 那你想最终各个产品是不是都要承担 所以在发生之初 就不能够直接记住到某产品的成本 所以我们先通过制造费用这样一个账户 进行挂账处理 这叫归集 之后再分配 再有个设备的折旧费 车间的水电费 另外尤其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车间固定资产的修理费 是发生在生产领域 而且它是属于合理必要之处 所以最终要记住到存货的成本 那如果是管理部门固定资产的日常修理费 就记住到管理费用了 如果是销售部门的固定资产 日常的修理费是记住到销售费用 再要季节性和修理期间的停工损失 那么在这个期间还有一些固定性的成本要发生 比如说固定的折旧费 一些保险费 人员的工资等等之类的 由于这个期间停工 我们发生的这些费用是属于合理必要之处 所以最终依然要有存货的成本来承担 但是由于这个期间没有产品的生产 我们没法把它记到某产品的生产成本明细上 所以作为间接费用 先记到哪去了 制造费用 那么这些我们是把它称之为间接费用 第三个是其他成本 比如说能够明确归属到某产品成本当中去的 产品的设计费用也是属于合理必要之处 也要记住到存货的成本 第三个小标题 其他方式取得存货的成本 第一个是投资者投入的存货 那么大家注意有一个共性的处理 就是我们采用接受投资者投资的方式取得非货币性资产 包括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等 他们的计量原则都是一样的 就是按照投资方和被投资方 所签订的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来计量 但是如果不公允的话呢 除外 那么除外什么意思 如果不公允的话 我们就得按照公允价值来计量了 所以其实站在计量原则的角度呢 是按照公允价值 我们借库存商品等等 如果拿到扣税的屏障满足抵扣的条件 还可以抵一个进项 按照实收资本或股本的构成比例算出来的部分 我们代实收资本或股本 产生的差额到即 记住到资本攻击 资本溢价 股本溢价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是盘盈取得的存货 它的计量属性是重置成本 我们在第一章给大家谈过了 因为这种情况呢 是历史成本资料缺失了 我们盘点过程当中 就是进行财产清查的过程当中 存货的账面数 小于它的实际数 小于它的实际数 就是盘点出来账面没有登记的 找不到历史成本的资料了 所以按照重置成本来计量 在批准之前 就是按照管理的权限 经有关部门领导批准之前呢 我们先调账 让账时相符 由于盘盈呢 是账面数怎么样 小于实际数 那么我们调账的话呢 是以账为准 调的话是以账为准 还是以实为准 当然是以实为准了 所以要对账面的记录做一个调增的处理 让账时相符 所以我们要借一个原材料等等 代方是代处理财产损益 金额是同质成本 那按照管理的权限经批准以后 我们借代处理财产损益把它冲了 那代方对应的科目 大家也都看到了 视为小的差错 或者说不重要的差错 冲减管理费用就可以了 当后边谈到固定资产盘盈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就不一样了 那个庞然大物盘盈了 是属于前期重要差错 所以最终呢 我们是把它记住到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第三 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债务重组 企业合并等等方式取得的存货 我们按照相应的准则来处理就可以了 那么这些准则后边都有对应的章节 后边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那么第四个小标题是通过提供老物或服务的方式取得存货 相对于一般制造业企业的存货 它具有实物形态来讲呢 那么这里边所讲的存货比较特殊 其实它谈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取得 就是我们在履行一项合同过程当中 提供一项老物或者说提供一项服务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各项成本 那这个成本呢 我们要按照从事老物或服务 提供人员的直接人工 这个是主要的构成部分 和其他直接费用 比如说一些耗材呀等等 以及其他 以及可归属于该存货的间接费用 那比如说电脑的折旧贪消费等等来确定 分路呢是带应付职工薪酬等等 借方按照新收入准则 我们使用的科目是合同履约成本 这个合同履约成本到期末 在报表列报的时候要分两种情况 其实刚才谈过了 如果说它的贪消期小于等于一年 或一个营业周期是属于流动资产 在报表上叫什么 叫存货呀 第五个小标题 商品流通企业 进货费用的处理 有三种做法 这个一般了解不太重要 那么比较常规的 按照准则的思想 作为合理调之书 要记住到商品的成本 那么第二种做法呢 如果你不嫌麻烦 就爱会计工作 爱的死去活来呀 也可以先归籍 之后呢期末按照存销情况 即将分摊 那么分给销售的部分 直接记住到当期损益了 分给留下来的部分 形成存货的成本 第三种情况 那么基于重要性的原则 如果金额比较小的话呢 那干脆直接通过销售费用 就记住到当期损益了 其实 下列费用 下列费用发生时 记住到当期损益 不记住到存货的成本 第一个是非正常消耗的 直接材料 直接认供制造费用 我们说往存货 或者呢 往资产成本里面 记的费用 必须得是合理必要的支出 而你这个非正常消耗的 不是合理必要的 那这个记到哪里去啊 记住到当期损益呗 如果是自然灾害造成的 那就记住到影业外支出 否则记住到管理费用 第二个是仓储费用 那么这里边的仓储费用 强调的是入库以后的仓储费 就是我们通常情况下 如果存货需要入库的话 算存货的成本 是算到入库之前 所以入库以后的这个仓储费怎么样 是记住到管理费用的 那这里边有一个说明 说不包括在生产过程当中 未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 所必须的费用 如果存货还没有达到 还没有达到预定的可销售状态 还没有入库 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仓储费 那当然要作为合理必要支出 记住到存货成本了 比如说酱香型的白酒 大家知道吗 比较典型的是我的最爱茅台 那么它酿造完成以后出售之前 就是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之前 就是达到预定的那个口感之前 要进行较藏的 一般要较藏五年 那么这个期间发生的仓储费 是在什么环节 是在九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之前 所以按照准则的规定 理论上应当是记住到存货成本的 第三 不能够归属于 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的其他支出 比如说采购人员的拆旅费 这个拆旅费它不是必要支出 所以就不要记住到存货成本了 再比如说室内零星的运杂费 这个是基于重要性的原则 直接就记住到管理费用了 第四 说企业采购用于广告营销活动性质的特定商品 向客户预付货款 没有取得商品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挂一个预付账款来进行处理 等到将来取得相关商品的时候 直接把它记住到当期存业科目是销售费用 要不要确认存货了就不要了 因为是营销的性质 那么企业取得广告营销性质的服务 比照这个原则来处理 就是直接记住到销售费用就可以了 那么针对这个点呢 我们做一个16年的单选题 说二某15年12月31号 甲公司向乙公司订购的 并由甲公司标志为促销宣传 而准备的卡通毛绒玩具到货 并收到相关的购货发票 50万元的货款已经支付了 那么该卡通毛绒玩具 将按照计划于二某16年1月份向客户 以及潜在的客户派发 不考虑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下列关于甲公司二某15年 对订购卡通毛绒玩具所发生的支出 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哪一个 那当然是记住到当期的销售费用了 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4D 21年的多选 下列关于企业存货计量的说法 正确的有 A 季节性停工期间 所发生的停工损失应当记住到存货成本 那么这个期间所发生的停工损失 是属于合理必要之处 因为季节性的变化 这个是自然规律 我们无法去改变它 既然是合理必要之处 当然要记住到存货成本了 B 生产设备 发生的日常修理费用 应当记住到存货成本 这里面强调的是车间贩卖内 生产设备所发生的 至属于合理必要之处 当然要记住到存货成本了 正确 所以说 受托加工存货的成本当中 不应当包括伟托方提供的材料成本 对呀 伟托方发给我们的这个材料 这个材料本身是人家的存货 属于我们这边的存货是辅料 以及加工费部分 因此这个说法对吗 对的 B 存货入库以后所发生的仓储费用 应当记住到存货成本就错了 入库以后的仓储费通过管理费用 记住到当期存 所以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ABC这样三个选项 17年的单选题下列各项当中 应当记住到存货成本的是 A 超定额的废品损失 既然是超定额的这种损失 那它就不是合理必要之处 就应当记住到当期损益 一般是把它记住到管理费用 当然如果是自然灾害所造成的 那肯定是记住到营业外支出了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反正不是合理必要支出 不能够记住存货成本 B 季节性的停工损失 那么这个期间的停工 所发生的一些固定性的成本 是属于合理必要支出 应当记住到存货成本 C 采购材料 入库以后的仓储费 记住到管理费用 B 新产品研发人员的薪酬 带应付职工薪酬 借方是把它记住到研发支出 关于研发支出的核算 我们会在无形资产章节给大家讲解 所以咱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是2B这个选项 OK 那么第一节关于存货的确认 和初始计量的全部内容 就给大家讲解完毕 谢谢各位